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那我们来到今天晚上最后一场的比赛是新加坡先锋与西贡星期五之间的战斗 我觉得西贡星期五现在真的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然后加上新加坡先锋又有一种醒过来的感觉 就是他没有再继续出提摩这个状态下呢 西贡星期五到底能不能够撑过这个难关 对 我觉得重点就像我们刚刚上一场比赛看到像Floris这种新成立新进去GPU的队伍 他们打出来的东西其实完全不会比塞工丘克或是SGS这种老牌的GPU来的差 那我觉得给这种就是像SF5其实也算是有一季的这个GPU经验 两季的GPU经验 就是说后面的新鞋一直在上来 你老牌的队伍有没有办法就是把自己 你到底挺不挺的住 你到底挺不挺的住能不能够撑过这个挑战 那因为很明显的事情是Floris的战斗力是比西贡星期五来得高的 那西贡星期五你到底何去的时候 其实Floris还有西贡星期五出去的人 嗯 对 对 那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人家离开你的队伍以后打得比在你的队伍的时候好 或者是说他们新队伍的表现比你这个救战队来得好 那西贡星期五你要何去而从 因为这个其实面子也是颇挂不住啊 那个刚才前面你讲的那个引游诗人Violet 他就是从那个西贡星期五再到Floris 就是到现在这边找出了一片天啊 那这个救战友是不是要多多加油 我们来看一下两队选手介绍 那首先是新加坡先锋队 那么新加坡先锋队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 我觉得Support从Darnes换成Kalin之后呢 其实有一些障碍啊 有些障碍在 我觉得Darnes跟Chowie的第一个默契比较好配合比较久 然后接着说Kalin我觉得他的操作也是 我觉得年纪上面可能是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Darnes是一个也比较年轻 然后他的射雷系我觉得印象还是相当相当的深 格的时候可以跟绿茶就是勾得有来有往 对耶 但Kalin就是可能比较会选择像阿尼这样 就是要打进攻他可能也比较仰赖这种 比较指定的这种技能 而不是这种指向的技能 那就是打观念场 打观念场就是像安妮这种角色 你只要判断对就好了 因为操作上没那么困难 判断对比较重要 对 其实我觉得像Kalin选的都是这种角色 像譬如说安妮还有她最出名的两只角色 安妮跟稻草人 稻草人也是判断型 判断对就... 稻草人等别人过来上你 然后你再恐惧她 判断好 你只要判断要恐哪一只就够了 对 这种观念场是Kalin比较正常的东西 好 这是新加坡先锋队 那我们来看对手西贡星期五 好 那这个中间左边这不就是拓野哥吗 不 这 他们其实 我觉得每个人都还蛮有特色的 像从A哥我觉得就很像阿Ken 那这个我们从去年就... 对不是啊 我们从今年春天就在讲 然后现在年最新那个八月先生 我觉得他也都是有那种 就是 每个人都很有特色 对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那西贡星期五现在面临的困境 到底能不能够继续奋战下去 是我们比较关切的一个点 那就来看今天这一场到底 有没有办法逃出升天 感觉好像大逃杀 有没有办法逃出升天 好 西贡星期五这一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努力击败新加坡先锋队 就还有机会 还有那么一点机会 接下来比较都不能输 但是你现在输了就没了 那这就是... 还有机会可以看能不能有些精进八强 好 来看看ban pick 那这边蓝方是SGS右边的 子方是SF五两支队伍这边 交手的在... 在... 这一个季赛还没有交手过 所以... 这一次第一次交手ban pick 会怎么做封锁呢 那这边是把酷奇给ban掉了 可是现在这个版本 酷奇其实已经算是经过了蛮严重的nerf 包含了三项跟本身自己 就是飞弹的那个CD时间 我觉得那是影响最大的 因为改成两秒而且不吃CDR 最重要的是不吃CDR的影响 最后还ban了杰西跟奈德利 因为SF五是有出过杰西这支角色 虽然在这个S3已经很少看到杰西的身影了 然后最后把辛朵拉给ban掉 这边的ban角其实都... 还蛮有封锁的意味喔 只有奈德利 第二是由SGS这边在南方自己ban掉了 那有可能跟自己的中路Synix 比较不爱使用奈德利的角色 也可能有点关系 新加坡先锋一向是打了一个比较直接的风格 你说像这种poke型的阵容 其实不是新加坡先锋喜欢的一个阵型 必须这样讲 你看这些都是正面上你的阵容 新加坡先锋比较偏爱 而且我觉得队伍坚持 应该说打自己习惯的风格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有另外一支队伍也是不太... 以前不太擅长打poke的阵 打poke的阵非常费喔 还是喜欢正面上的那支队伍 你也知道我在说哪个 我也知道 我叫做AHQ 那个杰西玩到最后就发现算了 但他们最近玩奈德利就好像 慢慢的有在适应上来 可是慢慢的啦 就是你强迫他们接受一个 其实奈德利这支角色强就是他说 他也不是说一定要poke 就是他其实在团战中 他补血跟他变暴型的伤害 其实也都有一定的程度 就是说这支角色很... 就是他不是只有poke的能力 他其他的能力也都相当的不高 我想他跟那个时候的杰西最大差 应该还是在于说他可以拉距离 杰西不行 杰西只能贴上去 但他没有办法跟敌人拉开 他办不到 所以奈德利这支角色还是弹性高上非常多 而且又是说他又是一支AP的角色 那AP的角色 应该说叠AP相对来讲是比AD来的容易 AD是一种很难叠上去的数值 对而且就是在坦克部分 一定在后期他一定会补物防的装备 要来面对对方的AD carry 那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高伤害的poke 就是这种远距离输出的AP 其实在受到物防的减伤 就会来得比杰西来得... 因为那时候就很可能就是看到一只鳄鱼 他火甲蓝盾出来 然后你杰西跟AD就不用打了 对 你们的伤害就是在... 打在坦克上就是打不出效果出来 乔尾点着提摩不放喔 因为他听得懂中文 他肯定是听到我们一直今天 一直在提这件事情 我没有那个意思啦 你真的要选当然也是蛮不错的 最后是换成了吉宁克斯 Jings Jings 有主题曲的 有主题曲的就是比较强 那我们刚才那一场也看到 刚才也是Jings跟格雷夫的对打 然后是Jings这边 选Jings的队伍获得了胜利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果然Kelin 还是拿了安妮 然后中路的这个 Synix是选择了这个凯尔 那后期可以保住 Jings做了比较大量的输出 可是SF这边选择 是一个比较all-in的阵容 有雷奥娜为首 然后中间有一个 酒桶可以在... 雷奥娜进场后 造成一个大量的AOE伤害 然后把一些比较... 可能把一些前排或者是... 炸到carry当然是最好 做一个区隔战场 然后如果能让格雷夫在前面 瞬间收掉一到两个人的话 那... 相对来说 SGS这边的阵容 就会... 比较没有那么好打 因为他们需要... 所有人都在这个阵容 才能发挥他该有的效果 可是... 这个问题在于说 你的酒桶肥不肥 然后... 如果肾很肥 肾的等级又很高 他的套盾很高 然后他有一支开尔 就是... 整个保护的能力很够 所以... 只要SF这边开得不好 那... 非爱就绝对可以抓到一个时机 进来做一个反开 那... 这样的阵容就... 会没有打出他该有的效果 我觉得... 超位最后选择禁食这一个选择来讲 是很强势的 因为... 禁食... 我... 认为在某种层面上 很考验你操作跑打的能力 因为他会在... 他的机箱疊满 以及他... 获得被动的时候 他的跑打的需求 是跟正常的AD是完全不同 就是他大概有... 两倍的那个APM需求 就是操作速度的需求 因为你会跑得非常快 然后你的攻速也非常的快 所以你在跑打的操作上面 要极端的精细 在那一刹那的时候 就是他... 他是波撞的 就是对APM的要求 突然变得那么高 然后他降下来 因为他跑速变慢 然后再杀一个 又来 重点是他的那个... 他还不像凯特林 因为一样以跑打为主要输出手段的AD角色是凯特林 但凯特林他还有一支 还有一个后跳猎王 可以补足他... 就是在走位上面 造成的一点点失误 或是... 造成对方的舞盘 常常看到贾克斯跳上来 跳到五个人中间 可是凯特林后跳 开光盾 这时候就变成是你凯特... 凯特林回到一个很远的位置 可是你站在所有人中间 但是GINX做不到这件事情 然后你在... 他要脚伞 切小炮的时候 射距其实也是相当的远的近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被对方抓掉 像刚刚那一场 就是龙女进场那个抓掉 那是因为经济的差距 如果这场有经济是平盘 那GINX被抓掉的话 其实左边的输出会非常的不够 对... 那我想就是要来看说要怎么样发挥 因为还是慢有可能像上一场一样 就在压陷跟GANK上面 就让新加坡先锋取得优势的话 那可能就比较难 就是你刚才讲经济平盘的东西 可能就比较难发生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双方的选手 10VC啊 好 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场的比赛同时也是... 哦 它是选择出skin的 这个skin来说的话 其实... 身为skin达人又要说话 我自己没买这个skin 因为我觉得不太美型 但是它的炮很帅 它的那个练炮非常帅 可是它看起来有点笨重 感觉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 因为走得比没有skin的时候来得慢 可能炮看起来比较大的东西 重装备很多 对 那它最大的卖点 当然还是Record的时候 会拿出留声机 这一点是很帅的 好 双方都来到了同样的位置 行动七起我的Leonard 是防守了自己的蓝buff入口 然后... 安妮也做了完全就是在合对面 防守了自己的红buff入口 方方这样子走来走去 哦 丢了眼睛 有没有被听到 对 这边已经浪掉了 但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应该是听不到那个眼睛的声音 那现在... 已经回到蹲蓝buff这个点 可能这样子的想法是 对方从这边进来的话 就是有眼会看到 那从上面切进来 我们这个蹲点也是可以掌握得住 而且Label1的时候 剩有一个闪群槽 飞艾虽然一般不会这样点 因为点得很难将狗 但他也是可以硬挤出一个控场 安妮还有群晕 我是矽空心 其实我真的是疯了才进去 当然他有蜘蛛可以探草 当然他有蜘蛛可以探草 但是也就这样 甲克斯要交闪才能群晕 这很崩溃的 甲克斯这些角色 可是一等的时候 他check草丛的能力 还是是所有角色里面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SGS这边是没有想要入侵 主要是不要让对方入侵就可以了 那这边应该要踩一个逆EU了 因为圣已经record回家往下走 因为圣在前期的对线是 对上甲克斯是会被抗得满头包 那这样的开局是SGS想要的SF5 前面这个入侵是没有成功 所以让对方成功的逆EU 官方的视野上面来讲 然后SF5 直到甲克斯发现安妮擦眼之前 他都不知道被逆EU了 所以逆EU其实有伤 我觉得有伤到 因为甲克斯前期就已经很脆弱 然后Ginx又是推塔极枪角色 正面对决的时候 雷欧娜上Ginx的能力 其实比上圣的能力来得好很多 因为圣本身是有一个位移的 Ginx没有 其实勾到打一波 配合蜘蛛过来 其实Ginx的成功级续就会成功 就是比Dive剩 我觉得是来得更有机会 现在两边都摸到对方的红霸 协助偷 协助偷 双方互偷 安妮自身用一个人 Rong out对方的甲克斯 甲克斯也没有过去吃Jungle 在等兵线进场 那这一边的局面也是一样 他没等到炮车 这一波的控兵是不是不够的精准呢 但这边有卡住 所以炮车应该会进去 蜘蛛现在吃了十项 应该是要过来夾击这个圣 Dive一只圣 好 刚好卡到三等的timing 这Dive是有机会的 尤其是蜘蛛的Dive能力极强 他可以先去开圣 让圣丢位移之后 他再上吊 但是是相对应的一个Dive 甲克斯也是一级 打地 再见 哦 它挡掉了 飞海有点危险的 好 这交战拉得掉 OK 拉掉了 对 刚刚那一波 我觉得 两边的jungle 就是两边都没有放塔 就是比较 正常来说看到三个人夹击 你上路一个人一等的时候 你爆塔基本上 死亡的距离很高 但下路SF这边的处理 细节没有做好 那个塔进的时间有点怪 而且蜘蛛是先露头了 然后现在圣吸到了二等 所以圣上到了三等 他更有能力可以来塔一下 就是他不需要放塔 可是甲克斯刚才只有一等 那个被夹击基本上就死定了 他刚才被 圣被夹到的时候也是一等 但西温星其实好像是 兵没有进 他在推 推一推以后 然后圣上到二等 就不太敢上 这是蛮遗憾的啦 蛮遗憾的 因为圣那时候应该连嘲讽都没有 他大概只能交闪 那如果说进度是对的话 应该说 前面那一波 果然没有等炮车 就让兵线前进 果然还是处理点问题 因为你让 因为你让 圣提早吸到了一些经验值 对 然后你现在 你看蜘蛛就是 他也从 他不是从后面切进来 他是从正面过去帮推 所以 就是你两边的夹击效果 也没有出来 然后雷欧娜现在反而是只有两等 这样子其实 我们上到三等 超级的尴尬 因为 非爱加圣是打得出反杀的 蜘蛛现在不能走 走而很有可能 突然就打得出反杀 因为 圣是 闪现他用掉 他刚才其实有被逮捕了 他刚才其实有被尝试逮捕 你看他闪现的CD 你就知道 他有被尝试 但是 没有成功嘛 那现在就是说 蜘蛛如果走开的话 二打二 非爱 非爱红还在 那这样打下去的时候 只要朝中 然后非爱 拉拳上来揍三下 下就爆炸 哦哦 速推完以后是安妮率先来到下路 这雷欧娜可能要喷闪现 呃 这样子被非爱一拳一拳的打 哦不用喷 因为圣没有过来 而且红已经结束了 可是下面朝到以后 安妮上来接晕是把这个 伤害不够 对 可是葛雷夫的光盾也被打掉的情况下 这个下路组合 可能再调回去对线也是打不赢 然后再送 拨要被gank 这一波被gank相当的危险 哦 扭腰 好 乔尾 强 对这个扭腰 而且后面的小命量有点多 所以 甲克斯已经选择放弃的追击 哦 乔尾不只是胸肌大科 腰力也很好 可能 嗯 人鱼线应该还是有 应该是有 OP的地方 对 那现在这个上路被推得这么深 然后吃兵树也被拉开 哇这个短短的六分钟 这个首杀一塔就已经造成了两千块的经济差距 这一场可能平局的局面可能不一定可以到来 这就是前面讲的 就是说很有可能开局兑卸的时候就被技巧打散 然后就打不出平局哦 这是刚才在开战前的时候我的一个预感 就两边的选择是一样都是 诶 第一EU以后三人夹击 待斧这个一等的上路 可是两边的处理细节 就造成了这么大的差异结果 终于有酒桶要被gap 哦哦哦被撞了 交伞以后再冲 当然有伞加冲 加上他大绝 诶 加上他大绝还在身上没有错 所以他应该是不至于会死 但现在就很难说了 他把凯尔炸进了塔里面 凯尔POP无敌的时机正好 挡掉一下塔的攻击是非常关键 对但是酒桶没有还到 就是没有撞到也是一个蛮大的失误 刚那个有撞到其实蜘蛛应该是有机会 哇两个人是完全预先都没有看到对方 只是Hallelujah反应比对面的Stylecam 来的快了大概一秒左右 就是他撞到他可能是用A移动 反正他撞到蜘蛛的瞬间就出手打他 但是蜘蛛慢了一秒才反应过来 对而且他的形态不对哦 进草打最好是以人形起手 打一套以后再变蜘蛛 他刚是蜘蛛形态走进去所以 形态不对的情况下是只能挨打 移动的时候蜘蛛形态比较快 但人形才能就是包括探草跟绑都 还有逆斩杀都是在人形的时候的效果 对那这边两边要换蓝 但是甚至没有所感觉所以过来 但是时间上是有点晚 慢了些 慢了些 这是挡不住蓝的 那也拉不到击杀 因为其他人位置太远 对但你这边 Hallelujah跟这个 Synix找到一个中路 有没有机会卡特这边回来补中的呢 有一点点但可能会怕被 不知道 如果他九统CD 大绝CD好的话 就会被炸进塔里面 但是这个 如果他对CD时间的判读是正确的 他应该知道还没CD好 因为还差蛮多的不是差一点点 刚才还差四分之一 对而且Synix刚刚那一波被炸进塔 他连闪线都没有交 他只是用大绝就走得出来 所以这个时间点九统的 要再打出下一个击杀 可能就要仰赖蜘蛛的帮忙 圣非常 圣在塔下减兵非常安定 他有被动的契合斩 加上他的Q的力刃 在塔下减兵是极端安定的一个角色 对 现在SF很尴尬 上路的线其实圣已经扛得住 在这个时间点 圣是不会打出甲克斯太多 那你任何一条其他的线路要发生的战争 就会有圣过来支援 然后就变成说你的主动权 完全的已经丧失了 那这条龙要守住可能 就要仰赖这个九统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凯尔的兵线顶出去 但现在看得出来是九统收到的牙子 已经先要进行一波 然后回家补装 他输二十支兵 这种条件下不太可能 好好的把线推掉 凯尔也 凯尔而且凯尔很 强调攻速的一个配装法 他一开始就用二速的攻速鞋 哇哦 菲亚拉拳捶完以后 虽然没有捶到甲克斯 但这时候他背对甲克斯 甲克斯也不敢跟他打 因为圣就在旁边 然后前面又没塔 对所以 这个时间点下路也被压在塔下 塔下的吃兵数差距了二十支 那在压在塔下的情况下 雷欧娜又有安妮扣着云 所以雷欧娜上去的机会也不高 所以雷欧现在是SF唯一的希望 他有没有办法来一个精准的绑 哦 再次用大终 炸凯尔进塔 凯尔一样是用大绝扛住了塔的一下攻击 哦 这非爱 出拳的时候被绑了 但是出完拳才定在原地 对 他现在改成了就是说 你位移 就像这种像是他的大绝 就是你会收到暈眩效果 可是你会先到达 就是你要到达的位置 把招放完 对对对 Candy再度来到中路 这有没有办法像类似稻草人一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靠着大绝的袭击 哦 达到辅助gank中的效果 好像是没办法的 帮推中线 这帮推中线蛮有意思 他从后面老财比较可能有机会 但SF在河道的眼睛 其实也是相当的足够 我觉得蜘蛛这边 再继续农野怪的话 可能这个前塔都要被对方压掉了 因为刚刚那波酒桶上去gank 其实 回炸是有成功 但他也没有在 就是配合上面我觉得 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 两次的回炸都成功 但是凯尔连伞都没有交出去 凯尔就是淡定的套了一个大绝 然后往回走 然后酒桶的那个 第二个Q也没有等这个大绝时间到 才把它引爆 所以连血 压血的效果都没有做得很漂亮 上路这边 圣已经是压了甲克斯 甲克斯只好让兵线进来 然后去吃双食 顶一下经济 蜘蛛这时候绕过来 又没撞到 这一下又没有撞到凯尔 又没缓到 然后凯尔得到了圣的大绝 飞过来以后 蜘蛛上吊撤退 圣的大绝被断 对被断的情况下 可是酒桶还是绞了闪 而且那个时间点回炸的很漂亮 蜘蛛的绑也是没有接到 我觉得整个的配合上面是有蛮大的问题 刚才就两个东西没接到 第一个酒桶撞就没中了 然后再来是绑也没中 安妮开了蜘蛛 蜘蛛中了虚弱 蜘蛛交了闪现以后 选择铺三郎 相当好的一个路线选择 左边的古拉格斯一滴血 但右边这边 葛雷夫跟雷娜娜还没有做会合 对 近时则是巫师派推塔 对 所有的近时都是同一个路线 尤其近时这只角色的技能组 在前期打出来的伤害朋友那么高 所以他只要在前期稳定的发展 然后等团战的到来就OK了 千里迢迢赶去参加会战 不太适合近时的一个打法 他这时候巫师推塔 反正他推到塔以后 加速再冲过去搞不好都还来得及 推塔是比较适合他的一个行为 这也 刚刚还看到这个炸弹 就是近时的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他真的被上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有办法逃 哦 漂亮 由飞爱进场打低血量以后 近时给一个大绝 斩杀掉了低血量的雷娜娜 我刚才讲的是说 就是他那个炸弹丢出来 也不是立即反应啊 所以敌人已经贴在他身上的时候 你的炸弹丢出去 丢在对方脚下没有用 因为他会穿过那个炸弹 对 要丢在 可能往你前面丢或者是 丢后面就是可能是 让后面的AD进不过来 但我觉得刚刚那一波雷娜上的时机 太早了 他是看到对方已经 逼了一波 就是蓝buff这样 所以他判断对方的安妮不在 这时候找到一个时间要上 可是他等级还没上到六等 所以CC的时间是不够长的 如果刚刚上到六等 很有可能是可以击杀掉 那没有杀到就被对方反手 安妮上来一个晕血以后 非爱再进场 然后CHOI的大决判断也很漂亮 就是在雷娥娜没有W护盾加双防的情况下面 这个斬杀的伤害就是足够可以把阿基杀掉 这凯尔CS有点高 因为一般来说在前期的时候装不够好 那中路很容易掉兵的 所以他现在是你看他一百二十五 十三分钟的时候打到一百二十五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蛮高标的 对 主要是对方九筒他的压力真的没有那么小 主要的压力就是说 因为他的开启一以后的扩散的攻击也没有那么有 所以被回炸的机会是有的 可是几次的回炸都有进入线 我觉得是在SF5这边的九筒的掌握程度 应该主要是跟GANK 就是跟蜘蛛这边的配合度不够 所以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基本上就是一波兵来 他就是把他直接砍掉 然后还有时间可以去洗事鬼跟散狼 哇 这边插眼被看到出绑 这个绑 你的顺序是不是 正常来说应该是先绑 然后WQ直接切形态上去咬 但他是绑留在最后 最后被这个嘲讽给躲掉 就是对方是一个face check 那个贾克斯其实上来是有机会打出击杀的 现在蜘蛛在这个 十四分钟还没有打到任何的击杀 可能就是 这个蜘蛛可能就已经算半个fail了 对 这蜘蛛到后期的影响能力就真的没有那么大 哇 下塔其实是半血 而且敲尾非常精确的 不断的用火箭poke 不过这一波就是刚才记得老师说的 上到6之后 雷奥娜给的控场时间是在非常的长 这时候神飞了大绝 古拉格斯进场以后也不敢再打 要退了 被灌这一发火箭呢 格雷夫选择交伞 对 安妮那时候还是很漂亮的做了一个繁殖 看到雷奥娜上来晕眩到一套 他也是上去灌了格雷夫一套 所以酒桶刚刚没有在一个好的位置 所以雷奥娜的控场做出来 没有任何人接续做伤害 那这个下塔掉了 圣也飞过来了的情况下 可能是可以直接来推进这个下二塔 因为进食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那这一波大绝是炸在了 非爱跟圣身上可是效果没有很显著 Ginx这个攻速 难道要连破两塔吗 这连破两塔的野心变成是雷奥娜 绑他开他的一个契机 可是没有想到全队一起上来 我觉得是经济有差 全队一起上来 反而是互换了 互换 Ginx是有点贪啊 刚才敲尾那样打是有点贪 攻速已经到了顶 就想要把他敲掉 他想说我敲掉跑很快 但瑞凡你没有敲掉 他还在 他就说对我在那边雷 就说敲掉我会跑很快 帮打一下我就不会死好不 对 拉什么拉 就你们退很快啊 你有肚子 你有Q1 可是我只能用双脚跑啊 再快也没有位移快 哎呦 这打到一半为人坐驾 还好贾克斯可以跳枪 他刚才是没有眼 他有眼 他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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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插眼跳 他是眼跳 哎呀 对对对 我刚才这个 这是拉克斯眼 不太清楚 抱歉 看不太清楚 贾克斯还是要带眼 对真的 身上只要有眼 所以他刚才停一下 是因为他要停下来插眼 咚咚咚咚 那个流程 流畅度是有点点怪怪 可是还是有掌握到精髓 不愧是贾克斯 对对 那现在这边圣从下路他 咦 他刚是有回家吗 感觉上他是没有回家吗 他为什么从右侧切过来 因为他的装备跟刚才差不多 对那这边中路一波夹击 出这个蹲点 这这这这这这伤害也也太低 武达克斯一个张飞 伤害完全打不出来 他已经扎扎实实的灌了一套给圣 然后圣就是 挖鼻子 开盾然后直接站着尻 那现在圣没有了大绝 所以现在跟队伍比较类似一个打 这基尼克斯推了线以后 会到中路应该打一个4-1 那上路凯尔 在拿到双buff的情况下 在上路当木霸拆塔 没有人敢挡他喔 他真的是太痛了 他现在装备极度领先 全部来自于他的CS 其实乔尾也是类似的状况 CS也非常高 那么就是在这么高CS 这里显然是有人要开无敌扛塔 然后硬杀贾克斯 假设是交闪仍然被摔 跳出去仍然要死 身上有红buff 有红buff的燃烧 而且凯尔在挥了普攻出去 最后用他的Q给击杀 这剩还是在挖鼻 剩上去嘲讽以后 安妮接了一个大绝 可是你们没有输出啊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后面还有人 转头一看没有人 对 可是九筒还是交闪 这判断上面还是 判断上怪怪啦 因为没有看到AD凯尔在上路 然后AD也不在旁边 这交闪 还蛮亏的 以这个血量来说 也不太可能直接被禁食大绝丢死 而且更何况 那也是应该看到禁食大绝在交闪 重点是你看到 就是剩已经拉掉了 代表SGS这边并没有要进攻 所以他们是想说 啊 赚到 所以他们已经拉掉了 就是我伤害该打打出来了 就是压低血线压中塔就好 可是九筒还是把闪给绞掉了 该绞的时机应该是 但是你看到嘲讽的时候 闪掉那个嘲讽 或者是闪掉 就是安妮的大事闪不掉 因为你已经被嘲讽到 但你后面叫这个闪就完全是 让你后面的反开机会也没有了 这样子一来 新加坡先锋再爆掉中塔 然后呢已经是三线全拆 上前要开吗 剩的一个嘲讽 又成功地逼掉了蜘蛛的闪线 而且雷尤娜还出大给他 那再这样子 这条小龙应该也要落入SGS的口袋 这18分钟40秒 经济的差距也来到了 7000多块 吃完这个可能就会 9000多将近1万 这一局可能又是一个 比较一面倒的战况了 Ginix射了一颗大绝 往蓝buff 应该是判断对方在偷吃自己的蓝 可是对方并没有这样的意图 所以是一个空大 就是一个侦测型的大绝 其实 其实 这大绝很少拿来这样用啦 就是 比较少拿来侦察 因为Ginix 因为带斬杀的关系 他比较少拿来侦察 后面飞爱已经 包到了过来 那雷尤娜在后面的支援速度 有点慢了 飞爱已经开始集权 打到了蜘蛛以后 碰贝比举起了 所以 虽然蜘蛛掉了起来 但没有地方可以下 下来以后被击杀 这铁达尼号的音乐 真的是为了队友牺牲一切 那这边 Ginix又在下路做拆塔 这只角色 现在已经被 东南亚的理解就是 偷拆的角色嘛 我们终于有一只 可以偷拆的AD啦 原来是这样 BD型AD 对 其实它的被动设计就很适合这样 真的很适合 而且它打塔的攻速真的是有够快 那你看 因为 敲尾也很肥 敲尾的农兵甚至比 Cryonix还高 所以 很恶心的 它是四血红霜刀 这是极度拆塔组合 对 把自己的攻速 它这样子 以前的那个版本 就是一把红霜 它叠满的时候 就已经二点多 那真的是 有点扯 就等于是 送你一把 红霜买一送一 送你一把红霜的攻速 而且你想想看 你攻速越快的时候 叠满的速度越快 因为它打三下就叠满 所以你攻速越快 叠的越快 那其实是一种 相乘的效果 而不是相加 对 出瑞兰 Cryon镜你打一次就叠满 好 强强强强 瑞兰的狂备实在是 专业真是 来闹的 可是它的那个 出了以后 这下很尴尬 剩又飞大绝出来 假如是一滴血 没有点死 但是散现把它点死 的也是有点没必要 但後面從右下角切進來的Augster是成功收掉了這個沒有大絕的凱爾 可是飛艾上來舉起了 葛雷夫以後也是抽到了聖的擊殺 然後這個拆塔哥又來了 好快好快 喔 他打算要越塔殺人了 但是射了兩下以後 喔 他這個拉塔的掌握很好 剛才喬威一拉出塔外 欸 這我覺得應該算是Style看自己射歪啊 而且這個他的判斷是 喔 劉娜衝 第三個人上來控他了 喬威要控 這是車輪戰嗎 真的 輪翻上陣 不夠他打 咻 沒中 那真的很像皮筋 那真的很像皮筋 他決定要硬上 成功 這個就是他角色很適合偷拆的一個原因 他可以這樣子來回硬上幾下 血量判斷打得掉 他就可以這樣來回硬上塔三次之後高速車腿 對 然後他在塔前就是 對方上來先切短距離的砲作一個消血 然後對方發現打不死的時候 往後拉的時候又會一直受到火箭的騷擾 剛剛那個三個人都被這個Genix給打退 在信心上面應該已經是 爆棚狀態 對 降到了谷底喔 那個 這個喬威一剛才被輪翻上陣 怎麼看都像是要死 而且他還是月塔dive的時候被輪翻上陣 然後怎麼看都覺得他要死 可是他實在太肥了 他打了一波兵血又滿了 對啊 這什麼妖術 這真的是到底什麼武術 對 你嗜血在這個時間點疊滿 給了那個吸血能力實在是太好了 我本來我看到他出一根十字鎬 我想說大概是要鵝魚 但是我看他這種龍法 他等一下一定是愛贏 哇 這個Synix的蹲點也相當的硬喔 插了一隻眼睛BET 這個起真姿的雷歐娜 雷歐娜不宜有他 那從頭到尾都可以看到這個 凱爾跟飛愛的配合在這一場 我覺得SGS的配合很漂亮喔 凱爾從正面的追擊 然後讓飛愛從後面進場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凱爾這隻角色的問題就是說 你第一波上去緩到了 的那個時間點不夠你把對方砍死 但只要後面有一個人幫你再做了一個短息息 你第二波的緩再出去 基本上那個人就一定會死掉 那Syn在下面帶一個分推大爵士 還有一段的時間喔 會帶三郎遇到九筒嗎 對 互相應該是打了個招呼 Say Hi 然後再見這樣 因為Syn也不太可能單殺他嘛對不對 然後九筒也不太可能單殺Syn 欸 他前面就打不動Syn喔 現在這個裝備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可能只能殺那隻安妮我覺得 真的 他專殺Support好 專殺小女孩 他的肚子很大又專殺小女孩 那邊清起來 好像不太對 對 欸 現在巴龍真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一直會亂打人 沒有 這應該是因為飛愛穿活動 可是我們在就是 他會亂拷 他真的會亂拷 對 他最近的版本我不知道 可是Patch Note並沒有提到 就是 我覺得就是Bug 暴躁 對 因為他 那個來了 對 就有點暴躁 他會亂打 這是在對方的眼睛下面打的 這時候賈克斯要進來了 再加上雷歐納 但是哈雷路亞非常穩定的暈到了 賈克斯交閃現 反而把飛愛帶到岸上了 雷歐納 他 他是叫苦不疊還是死掉 就是說你可以在下面乖乖死嗎 那這邊聖也上來了 從後面要來做一個CUT 可是眼睛是有看到 所以拉掉了 這波的判斷也是相當的補充 因為飛愛的血線其實有一點低 有九筒的爆發 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有機會可以收掉飛愛 沒有必要多做一個無謂的損傷 我這個中塔真的撐得住嗎 勝已經完全呈現扛塔狀態 剛才看到各位觀眾 剛才勝不是位移 他是中了古拉格斯的大絕 被擠了一下 然後說 他被震了一下 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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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痛 這應該是 他說我在玩阿給嗎 那個是水球吧 原來是這樣 BO一下 推了他 輕輕推了他一下 輕輕推了他一把 誰推我 原來是古拉格斯啊 你看他走到龍那邊 他的八龍buff 就會幫他把血回門 這個遊戲最難玩的地方 就在這裡 就在於這邊 這勝也是很大一隻喔 203然後170個CS 你看他的防 哇 現在 這邊SF5要學曼谷精神 要來硬爆了 這個賈克斯說 你 我也會扛塔 這 因為沒有小兵的關係 這塔的防很高啊 對 小兵沒有進塔 我 坦不住啊 坦不住 而且飛來進場了 在一個非常詭異的時機開大了 他也不是扛塔的時候開的 他是沒人打他的時候開了一個大 來 勝反打殺到了 Hallelujah也算是不錯了啦 但是 但是 勝誇張了 國際禮儀 各位觀眾 國際禮儀呢 這邊 欸 緩速緩到了 沒有 勝沒有過來 勝沒有去追 勝沒有去追 甚至 哇 那這個 勝很有風度 對 他這個 沒有 他是想要勝利型玩家 想要下班型玩家 霧石派你看看 他去推中路了 他竟然沒有去追 最後一個人搶了一個上路的Pentacule 這時候你就要知道 他前面搶四個頭已經被隊友罵爆 最戲劇化的劇本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這四個人一直跟著那個蜘蛛等 勝的大絕好傳過來把那個人殺掉 可是這樣也沒有Penta的 不行不行不行 沒有 那個現在Penta的那個 那個Forgiveness很長 就是 好像有30秒的時間 對對對 Windows非常長 只要你跨爪之後有很長很長 可是他的大絕還有很久 如果他有大絕 我覺得剛剛那一波 這樣劇本就還不錯 這樣就還蠻戲劇化 應該是可以成為Top Pentacule 就是 啊 你以為我放棄了嗎 就是其實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那這邊 所有的兵其實都很可惜 進塔的時間 SF都沒有人可以做推進 然後你看這個凱爾 砍一刀加56G是什麼樣的概念 拳死 等於是說你所有的經濟都是 吃兵術才會被拉到這麼開 這吃兵術會被拉這麼開的原因 就是因為 你所有的 就是你有很多的小兵被 抵耐掉了 但對方是吃到了你所有進攻 到塔前的小兵 對阿一個人在草叢那邊遇到了葛雷夫 然後他竟然跟葛雷夫尻了三拳之後 才要Record 然後接著被葛雷夫斷了他的Record之後呢 這真的是怒火中燒 立刻叫聖傳他 然後給了葛雷夫一個大絕 哇 給了葛雷夫一個大絕以後 帶聖嘲諷 接著是由Gence的大絕火箭命中斬渣 對 接著讓Gence獲得加速從家裡面出來 剛剛 他說我要回家 拿警棒 我警棍都拿出來了 你還過來打我 這歐打民警是不能忍的 剛剛回家的時候 他會拿一個那個出來轉轉轉 然後我覺得葛雷夫太調皮了 就是有勝啊 你怎麼會想要去中斷他呢 這就像是飆車主跑去撞警察車一樣 然後當場爆裂 那這邊上路這個 剛剛在偷拆的賈克斯已經回來了 然後 飛艾斯回去守了一下兵線 但是想要 SGS看起來是想要一波結束喔 這邊直接扛塔 要拆這個下塔 這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可是Cryonix的位置很爛 那這樣是 哇 這個大絕 果然可是把大絕丟在他Cryon的無敵上面 哇 這隔牆 Gence切齊的火箭炮 拼命的在做輸出一個大絕 竟然成功殺掉了賈克斯啊 他現在加速進場之後 我想勢如破竹 新加坡先鋒應該很難被抵擋了 哇 上面這邊 蜘蛛也被成功的收到追擊 已經有兩個人倒地的情況下 這下遊戲可能就要在這邊做結束啦 哇 又嘲諷命中 古拉格斯再見了 這已經掛網了 沒有機會做一個團打 SGS還是在這個30分鐘前 將這個遊戲 哇 經濟的差距是兩萬三千多 兩萬三千多的經濟差距 真的是 人生是很不公平的 對 真的 嘿 新加坡先鋒 非常漂亮 像乾淨利潤的拿下這場比賽 我覺得可以這樣說 對 因為我認為這一場 就是在前期 雙方都有一個三待斧一的機會 但是新加坡先鋒做到了 對 而 呃 呃 西... 呃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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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兩個人配合一直不是很合拍 就是這邊插一拍那邊插一拍 對 然後 酒桶也一直... 他的一也一直沒有 他炸得很漂亮 可是你炸到照理來說 你就是直接撞上去 他都沒有撞到 都沒有撞到啊 就歪了一點點 好那恭喜新加坡先鋒拿下這一場的 這個同時也宣布 S F5星空星期五很遺憾地 沒有辦法進入八強賽事 這個東南亞之夜 好 那我們來看就是今天的戰績囉 戰績 這樣子的話就是 Infinite吃到7敗 無緣8強賽事而且無法開壺 然後西貢星期五也是吃到6敗 所以他其實也是 無緣8強賽 現在兩隻淘汰的隊伍已經誕生了 然後淘汰後補有西貢小丑隊 以及曼谷軍人隊 對 然後新加坡先鋒今天成功贏過星共 星期五以後他們要做到的是 就是在下一次對上Full Lewis的時候贏回來 成功地將這個 就是名次再往前晉升 以前身為GPL的老二隊伍 就是不能在這個B組的部分也 就是掉到第四名啊 我覺得這會讓新加坡的粉絲非常的失望 對 這樣子新加坡粉絲會很難過的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AB組的前三名實力都還算是不錯的 那應該如果能夠擠進前三的話看起來 都還是挺有希望 對 這是今天打完最後的一個戰績 那下GPL一個禮拜的三天到今天收工了 我們來看下個禮拜三 11月20號星期三 晚上六連整的GAME1是由 我們Neski對上西貢小丑隊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啊 兩隊是要來爭奪誰可以卡穩第四名的這個屁股 所以兩隊應該都要全力以赴 這是六連整的GAME1 我們來看七連整的GAME2 這是要由吉隆坡獵人對上AHQ 那麼AHQ目前卡穩了第一名 而吉隆坡獵人呢是追在第三名的位置 第三名的位置 對 然後吉隆坡獵人我覺得這一季的進步 其實大家也是有所看到 從上一季開始就是 你看現在原本其實是學弟班的 就是等於是學弟班的班長吧 然後現在已經成功的擠掉了 同樣在A組的賽攻Joker 對於是也是超越了學長的成就 現在要來想辦法擊敗最前面的 這一個AHQ跟TPA兩個隊伍 那是要多加努力 因為看起來AHQ跟TPA的靈活性跟成熟度 還是來得高些 所以這一場對於吉隆坡獵人來說 是蠻大的一個挑戰 接下來我們來看八戀者的GAME3 在GAME3的部分 則是要由C和C75對上Fall Lewis 今天兩隊都有出戰 而Fall Lewis 確實看起來打得比C和C75成熟 C和C75已經沒有辦法進入八強 但能不能拿下一勝呢 這個話題我們今天講過很多次了 對 那就是八戀者的GAME3 最後我們來看決戀者的GAME4 GAME4則是5RTPS要來對上曼谷巨人隊 TPS要對上曼谷巨人隊 對那TPS因為昨天擊敗HKA的關係 已經屁股卡掉了那個HKA 對 而且他們換了新陣容以後 昨天打的那個真的是行雲流水 對 看起來有一點猛 所以下個禮拜曼谷巨人隊 有沒有辦法挑戰TPS成功呢 以上是下個星期三的GPL晚上的賽程 好 那麼謝謝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GPL東乃雅之夜 因為今天都沒有台灣隊伍出戰 我可以預料就是說 可能很多大隊無名隊伍的粉絲 可能不太會收看今天的比賽 但如果你有看完今天的比賽的話 始終的GPL的觀眾 對 如果你是始終的GPL觀眾 那我跟記得老師非常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真的是格外的謝謝 可是在這東南亞職業有兩支東南亞隊伍要宣布 已經確定無緣禁忌 也是有一點點的難過 我們就默哀 欸 默哀沒有要這樣好嗎 沒有嘛 你不是要這個 這個觀眾今天收看都是為了記得老師您 您就不能就是 我都已經 我都有戴帽子了對不對 現在有這麼多觀眾希望能夠成為一個幸福會 好不容易有一個那個就是期待 就是要分多集一點 喔 好 下集 那這禮貌就當作我們送給你的禮物吧 好不好 這是賺多費嗎 這一集 對 這一集就沒有薪水就送什麼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GPL 那也謝謝季導老師 謝謝季導老師 一直被我們虧 非常的辛苦 謝謝季導老師 那麼我們就在這邊跟大家說一聲晚安 明天晚上六連整的LNL 再準時跟大家見面囉 我是主播什麼 我是賽平 記得 謝謝季導師 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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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